脸油油怎么办?中医开菜单补脾胃 谁不想拍照的时候都像王妹 无奈脸胎油只能靠修图 中医告诉你原因在哪里? 油光满面的人大部分脾胃都是比较弱的 这个时候他们很多时候 就是可能吃得太多油利煎炸的东西 损伤了脾胃 令到身体产生了湿热的情况 这个时候其实饮食上面 就要注意就是尽量不要吃太多油利煎炸食物 以免脾胃进入受损 另一方面可以尽食一些有健脾 驱湿清热的作用的食物 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皮肤的情况 比如说一些蔬菜类 蔬菜大部分都会具有一些清热的作用 另一方面就是譬如说乙仁 这种药材其实都有清热理湿的作用 说到清热丽湿 是不是买杯清干去湿茶就好了呢? 一味靠驱湿 但如果我们不去健脾的话 那这个作用也都不是那么大 因为其实湿气在脾胃产生的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脾胃功能是帮我们混化水湿的嘛 那就是说当你吃了这些不好的东西之后 你的脾胃混化水湿功能下降了 那这个时候应该一方面是要利湿 一方面就是要去健脾 令到脾胃的运化功能强壮 这样的话才可以是杜绝了这些湿气的产生 健脾去湿中医推荐一道食补料理 就是冬瓜薏仁排骨汤要怎么做呢? 首先材料要准备冬瓜薏仁排骨 然后在小火熬煮两小时就完成啦 那这个汤水可以帮助到我们 就是去有一个清热和利湿的状用 那就适合一些就是脾胃受损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整个油锅满面的人去饮用 那要注意就是如果脾胃本身有虚寒的状态 又或者人腐的话就要小吃了